甲状腺是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不注意甲状腺的保养 导致患上甲状腺节节的问题 其实人们之所以会患上这个疾病 多半是与平时的饮食和作息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想要快速散结可以常吃这两物 冬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它对于缓解甲状腺节节有非常独到的好处 能够利尿消肿及时排除体内毒素和垃圾 抑制节节的增长 坚持使用甲状腺节节可慢慢消退 白醋能够起到软化节节的作用 而且还能减少节节对周围组织的压迫 对于缓解甲状腺节节的症状有一定的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使用一些白醋能够帮助你维持肌体的健康 预防甲状腺节节的发生病变 促紧节节慢慢消退 陈皮肝也可以辅助消炎哦 女性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保养 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很有必要 平时多吃三种蔬菜能够让你更加年轻漂亮 绝里红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还有丰富的铁、钾、鑫等微量元素 女性常吃不仅能够有效强健体质 还能帮助排除子宫中的毒素 滋养子宫预防腐科疾病 胡萝卜是餐桌比较常见的蔬菜 还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能有效提高免疫力 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还能够改善肿气不足 食欲不振 营养不良等问题 黄瓜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可以有效地促进肠胃入洞 帮助排便、排毒、预防便秘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能够有效抗睡牢 美白皮肤提高水面质量 激花茶可以起到小眼的功效 美食也可以适当服用一些 最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扩散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大家可以在平时自我检测一下 如有以下症状应及时就诊 发烧低热为主 咳嗽乏力会逐渐出现呼吸困难 严重的还会出现呼吸窘迫症 少数人也有鼻塞、流鼻涕和腹泻的症状 有些人仅是发烧或是轻微乏类的表现 但是如果接触过可疑人员 有任何的呼吸道不是症状 都需要时刻警惕进行自我隔离 一定要及时就诊 同时注意手口卫生 出门时一定要佩戴口罩 随着年龄不同 引发的症状也有不同 在新生儿和幼儿身上 冠状病毒往往导致婴儿肠道感染 可能会出身发烧、不吃饭、呕吐或腹泻等 在大一些的儿童或是成人 身上常常会引起呼吸道感染 在蔓延加强个人防护的同时 家里消毒通风也必不可少 那么在这段期间如何在家里正确的消毒呢 表面消毒 可以选择8次消毒液或是75度酒精消毒 手部尽量选择点服或素肝消毒剂 平时以开窗通风为主 每日开窗通风2-3次 每次30分钟注意人员保暖 建议用点服或素肝洗手消毒剂擦拭 日常消毒三具 我们建议煮沸消毒15分钟之后 再用清水洗净进行消毒 像卫生间可用消毒剂擦拭消毒 门把手、水棱头经常触摸的对方 也要进行消毒 卫生用具应按照房间分区专用 避免交叉感染 浸泡消毒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量感存放 这期间每个人都要做好自我防护 减少外出工作 那么你知道疫情期间如何做好家庭清洁消毒吗 提前准备75度的医用酒精 稀释后去擦拭家里的地面和家具 能够很好地做好家庭清洁工作 疫情期间家里的孩子玩具和用品 要用消毒水进行消毒 餐具要煮沸30分钟之后再食用 要用酒精喷洞或擦拭 能够很好地做好家庭清洁消毒工作 外出回来买回来的东西 首先要用清水洗一遍 可以用消毒液、酒精、消毒物品进行二次消毒 在给孩子玩大人手机时 家长要先用酒精擦拭进行消毒后再让孩子接触 平时在家里做饭烹饪时 要把食物高温彻底煮熟 煮透后再食用 这样能够大大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黄体酮是女性体内一种重要的物质 黄体酮分泌不足 衰老的速度会很快 还会引发各种妇科疾病 平时需要多多吃这三样来补充黄体酮 吃饼 很多人都爱吃的 女性常吃可以保护子宫和卵巢健康 增加体内的黄体酮 让皮肤更加白嫩更显年轻 还能增进食欲促进排便暖宫排毒 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尽量要少吃 平时可以喝一些年王蜂蜜水 让皮肤更加白皙嫩滑有弹性 柠檬本身含有大量的黄体酮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让乳酸血液更加敞通 远离增生抗衰老 牛肉果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促进女人雌激素的分泌 坚持吃牛肉果能达到体内的激素变衡 还能帮助排毒养颜更显年轻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